歡迎主持人收看 穩超聖券節目 那這個禮拜的盤式裡面 它是屬於一個高檔震盪整理 那投資人遇到高檔震盪整理 通常心態有兩種 一個是急著要出場 另外一個是找到一個正確的方向 他認為逢低跟著野老師一起來操作 其實大盤的方向 你只要把他掌握住的話 那應該買哪一些股票 應該佈局哪一些股票 那包含產業的趨勢 你都能夠一一的去做出個判別的話 那老師認為你在股票市場裡面 終究你就是一個大贏家 那股票任何的問題 我們盤中在早上的12點到12點半的話 都有半個小時的時間 那不管你是住在台北的 台中的 高雄的 嘉義的 甚至你住在中南部的 那資訊的話比較沒辦法取得的 你看到電視 老師這麼高的盈利 你也可以卡上的力量 那老師會一一的按照我們 基本面跟技術面 那包含這檔股票可能未來的展望性 老師在節目裡面 以不違背我們盤中干涉 干涉到股票的一個原則 老師會盡量的來幫各位來詳細的 來做出個解答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今天的大盤 那今天的大盤在這個位置區 我們按照開盤八法 早上9點5分到9點15分 這個地方開出來的盤 它叫做三高盤 那三高盤目前為止這個大盤 大漲了83點 量價結構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投資人比較擔心的是說 在這一天叫5月19號 這根長紅棒 老師再放大給你看 來 這一天叫5月19號 那5月19號 按照我們開盤八法告訴我們 這個叫三高站上趨勢 但是連續兩天的一個下跌 那外資又在這個地方 好像空單的部位會比較大 那今天為什麼又會反彈 那其實這個大盤的一個走勢也好 都是走向一個輪迴 也就是說這個三高盤開出來之後 第二天兩種走勢 一個是收紅K 一個是收黑K 老師幫你解答一下 如果說是收紅K的話 後來大漲的機會 接近有1000點的行情 那如果是收黑K的話 老師在講義裡面都有跟你講 三高站上趨勢後勢漲多少 這個答案都在我們的教科書裡面 你就自己看 因為節目裡面 我們也不方便跟各位講 來回到關鍵的這張字卡 這張字卡老師沒有跟你變來變去 來 5月19號時間沒有變 看法沒有變 三高站上趨勢 拉回 就是一個多方走勢 來導播我們拉近一點 來給投資朋友看清楚 顏老師的看法沒有改變 在5月19號三高只要站上趨勢 老師就認為這個多方 這個格局它沒有改變 如果說你的想法 還是變來變去的話 一下看多一下看空 你終究你在市場裡面 可能會做到個追高殺低 那三高跟三低老師 在節目裡面持續的跟各位 來做出個驗證 這個都是所謂的變盤轉折 只要你掌握到一個變盤轉折的話 我認為成為贏家 並不困難 目前為止這個大盤上漲84點 但是漲停板的加速 真的不多 你也知道 來 那我們先看到這張股票 來代號3665的 來 3552的同志 那這張股票今天為什麼創新高 為什麼又拉到漲停板 我相信你長期看老師節目的 我們時間喔 從今天5月22號 回到我們的1月28號 這個叫1月28號 這個叫做5月22號 那這張股票如果說經過三個月 四個月的操作 你能夠長期的波段操作的話 我相信這張股票 真的可以幫你賺到錢 真的啦 那股票操作掌握到標馬股 掌握到一檔底部七漲的股票 你就要勇於報導 操作的邏輯沒有變來變去 底部布局 找到一個均線 三線翻揚的一檔股票 那包含基本面技術面跟籌碼面 一一的去做出一個審視的話 你就有機會找到 像代號3552的同志一樣 你在底部區 按照我們的型態整理結束 帶量上工 在這個地方老師說過 用我們的均線三法 來做出個判別 這個地方到底有沒有什麼 低階的一個買點 那老師之前跟你講的1 2 3 4 4根漲停板 到今天為止 它再創一個波段新高 那這檔股票時間喔 回到1月28號 帶你底部布局的 好 我相信這個操作的過程當中 老師都有跟你講 都有提醒你啦 你要注意什麼 業績題材前景 這個就是說 一檔股票到底會不會漲 基本面 技術面以外 你還要看到當前 這檔股票到底有什麼的 業績題材跟前景 好 那之前的操作 我們會適時的 在節目裡面跟我們的會員 來做出個驗證 那你不是會員的話 你就用看的就可以了 那這是第一次的操作 那這個叫做第二次的操作 老師說過了 會員的權益 我們一定要保護起來 所以說 來導播看這邊 我們後面的操作 我們就沒有辦法再公佈了 我們後面的操作 就沒有辦法再公佈了 那再創新高老師 也有提醒你 在所謂的5月8號 那到了今天5月22號 這個叫5月8號 老師有提醒你 創波段新高 還會被大漲嗎 老師請你拭目以待 那到今天 你又看到了這檔股票 那在所謂的加減指數 往下修正了500點 這檔股票 持續的創新高 這種股票 就是所謂的主流股 那近期我們的操作 可以公佈了 老師一定公佈 來這檔股票 普通會員的 來近期的操作 當場就買了 5月19號就買了 簡訊上面編號001 來導播拉近 那我們現在簡訊裡面 一定有個認證 只要你是看到有這個認證 你就知道這檔股票 是代表001號 我們就從001號到003 不會多一檔 也不會少一檔 因為我們是誠信的 我們都敢在節目裡面 跟各位公開來驗證 一級會員就只有三檔股票 001的股票買了以後 來現買現賺 包含近期而言 來這個拉尾盤 但是昨天 來我們先帶各位賣了一趟 我相信昨天也有跟你講了 那這檔股票 來在這位置區 先做到一個獲利了結 但是我們現在的簡訊 都是採取一個保密 都是採取一個保密 因為我們要做第二次的操作 也就是說短線上面 我們先做一次架渣 那後面我們還會再操作了 這檔股票就是要看到所謂拉後槽 這檔股票在第三季 第四季 MSCI成本股加入之後 有沒有產生所謂的拉後槽 業績成長怎麼樣 你要注意看這檔股票 我們中間 短短的兩天時間之內 我們先做一個架渣 那這檔股票 我們如果買回的話 我們會通知我們的會員 只要我們會員看到這個編號 他應該都知道我們已經開始接回來了 那這檔股票 5月19號 老師跟你講的 那隔天的話你是看到它創新高 你要注意到iPhone的供應商 包含iPad的一個指紋辨識 那這檔股票 既然大盤在跌它都沒有跌 那你要不要緊張 你不用緊張啦 我也知道你現在正在賺 那正在賺的股票代表怎麼樣 多方格局啦 你就持股虛報啦 那有一檔股票 這檔股票一定要講一下 老師說5月19號 帶我們的會員去買進 VIP會員的002 這檔股票編號叫002 那有人打電話給老師 老師這檔股票買了以後有效沒效啦 到底會去不去啦 來 這檔股票今天讓你驗證喔 有沒有漲10塊 你打開你的簡訊 找到002 VIP會員002 第二檔股票今天有漲10塊嗎 但是啦 來到股票市場裡面不是賺10塊啦 也不是賺那個20塊啦 你如果真的要賺10塊 你現在賣掉 5月19號買的嘛 現在你賣掉 你可能10塊錢就到手了 老師啊10塊錢很多耶 10張可以賺1萬塊 1張可以賺1萬塊耶 真的不是賺那個10塊20塊啦 你看到一檔所謂波段型的股票 還在漲啊麻煩你持股續報 麻煩你持股續報 那外資持股比例非常高 這檔股票 那這檔股票我們看到這邊 它是VIP會員的 好這邊都有個認證碼啦 你打開你的認證碼 看到這檔股票今天是不是大漲 好大漲老師沒有急著要你賣掉 因為波段的走勢 如果還沒有走完的話 會買叫徒弟 會賣的才是師傅啦 你要當師傅嘛 你不願意去當徒弟嘛 當時也跟你說這支啊 27支可乘啊 你底部布局啦 真的啊你到我們賣出啊 你真的你可以財富啊 倍數翻揚啊 一當好的股票在低檔區啊 它不會出現什麼利多消息啦 大部分都是利空啦 等到漲上去以後啊 哇這個利多消息 又開始出現了 那這個時候股價 距離所謂的底部起漲點 可能短線上面已經漲了 接近20% 30% 甚至漲了5成以後 才會出現所謂的利多消息 所以說操作的邏輯啊 目前為止有底部布局的 底部翻揚的 基本面好的技術面在低檔的 抽馬面乾淨的 後面有業績有題材的 你真的 麻煩各位要提早布局 那我們準備了三檔股票 第一檔 就是低價股的中價股 包含高價股的 那你資金100萬以下的 你就做所謂的低價股 如果你資金部位 是在500萬左右的話 你可以操作所謂的中價股 那甚至你願意的話 老是這支高價股一樣 讓你操作啦 那你大資金的投資朋友們 你不要浪費時間 你真的不要浪費時間 你真的不要浪費時間 老是講得很明白 講得很直接 講得很坦蕩跟你講 你不要浪費時間 你掌握到一檔股票 真的後面能夠大賺的 你要做到一個重壓 好 那今天這三檔股票 每一份資料開放十位投資朋友們 不管你住在台北 台中 高雄 台南的嘉義的 中南部的 看到電視的電話的 來 看這裡 低價股的 這檔股票走B型反轉的 有機會MSCI成分股 底部的一個機會 你要好好把握 你千萬不要浪費掉 千萬不要浪費掉 那中價股的老師要跟你驗證 我們的均線三法 均線三法在這個地方找到買點 驗證的是一個破斷的行情 不是在這個位置去跟你做價差 因為它重返蘋果的供應鏈 這個題材非常大 業績題材具有轉機的一個效益 近期而言的話 外資幾乎已經開始做出個買進的動作 那大資金的投資朋友們 注意喔 老師手中這檔股票 對你而言的話 具有關鍵性的意義喔 來這檔股票 三角收斂完成在末端 它會做到一個補量上工 只要找到一個專業的老師 在這個地方 老師會帶你做出個買進的動作 那這檔股票一樣 限額實名 那你看到我們的節目 等一下我們休息時間 有所謂的電話 那你打電話進來的同事 你就直接跟我們助理講一下 我要低價股的 我要中價股的 我還是要操作高價股的 每一份資料限額10位 投資朋友們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鵝排氣密窗 專利複合式島塊 使命性能超越國家標準3.5倍 鵝排氣密窗 2987 1111 運搭頭顧 顏大頭顧 顏老師 會員三級跳 特會直升VIP VIP直升清代 老師大個大 親自接聽服務 只要二分之一 速下02-2781-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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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天 一個女士 最低款的 それ以來 有請 第五天 在一陣子 來到 那一天 兩天 男生也可以申請育嬰嫁合理 育嬰金爹 我現在跟我的老闆打光 還可以當心情生活費補助喔 下輩了 都退休了 老闆料理年金每個月都在領 我出在耶 你基本工資也調升耶 下次我去別家做啊 明年我就加薪了 夠錢也夠啊 請客啊 歡迎回到節目下 繼續收看亞洲文明主持的文超聖娟 每個人機會都是均等的 在投資理財道路上面 你要想清楚 你手中的資金 應該怎麼樣來做出一個 合理的一個分配 大資金的投資朋友們 老師認為你去操作一些中小型的股票 短線上面的話 可能它漲幅比它大 但是穩健的操作 你一定要去找那些開大門 走大陸的股票 那我們之前操作過很多的 所謂的全值股或是高價股的話 我們的操作原則 都是秉持的低檔佈局 低檔區你要找到一個均線翻揚 黃金交叉 那包含基本面跟技術面 充碼面 嚴老師都幫你過濾過了 形態的一個完整性的話 代表這檔股票在日後 這個多方推升的一個力道 所以說理財在大陸上面 只要找到一條康莊大道 老師認為操作 真的不是你想像中的 一件那麼困難的事情 老師在所謂的投資理財市場裡面 也超過十年以上的經驗 經驗告訴我們 只有穩健操作 只有在所謂的避開風險之後的話 你才能夠賺到錢 巴菲特跟你講 有沒有要叫你單股所單 沒有 彼得定區會不會說 你去看買分報紙 聽隔壁老王跟你講 這個大盤最近要崩跌了 把你嚇跑了 我相信 這個聽消息聽名牌 去操作股票市場裡面 應該都不會賺到錢 投資理財在大陸上面 一定要開大門走大陸 開大門走大陸 就要買這種股票了 來代號366的同志 你底部去買 這個叫做雙底成型 那代量上工拉回找買點 我相信老師 這張股票從1月28號開始跟你講 講到現在 到了高檔區 一直創新高 結果這種股票你去買到 你應該賺輸 重點在這個地方 在整理型態 這個地方你去買的話 可能會被洗出去 你如果買在這邊 不會嘛 買了以後就直接上去 這個就是所謂投資的一個技巧 這個技巧需要一個熟成度 也就是說你對於大盤 對於股票 對於產業 你的熟韌度 到底有多少 那看著老師的操作 這邊 嚴老師都是拿證據給你看的 我相信很少的分析師 他會秀簡訊 他會秀他的操作 因為如果其中有一通簡訊是不實的 那可能會牽扯到詐欺 你要小心一點 那我們的會員 你只要看著我們的簡訊 你都可以來驗證 多一通少一通的 你都可以來驗證 第二次的操作 包含啊 老師之前跟你講 創波段新高 還會被打 還會被上漲 你要看拭目以待 那今天你看到了 今天你真的你看到了 你看到了 賺得到錢老師恭喜你了 你如果沒有賺到錢 那你真的浪費掉這張股票了 二四七四的可成 底部有人說他好嗎 也沒有嘛 那為什麼會大漲 那等漲上來以後 人人都說好 每一個人都說好 但是有沒有去買嘛 沒有買 你漲上來 你說這個地方 哇這個可成啊 哇這個業績啊非常好 我相信這個邏輯觀念不對啦 你應該在底部的時候去判別嘛 這張股票到底會不會漲 這個才是重點啦 那再跟各位講一檔股票 來 講一句啊 這支喔 來3665的F帽連 來 一樣底部找買點 心態完整 我們這個操作的手法都不會改變啦 你認同的 你認同的 你才會去買啦 你如果沒有辦法認同這個底部 雙底成型啊 均線三法跟你講 拉回找買點 你應該不會去買啦 那我們有去做 我們就直接跟你講 那這個證據都給你留起來 每天跟你講啊 請你佈局啊 從一根停板啊 開始佈局到三根停板 你真的賺不到錢嗎 近期股價再創波段新高 你有沒有賺錢 營運足跡的一個高 操作來跟你講一下喔 這個就是我們真實的操作 真實的操作呈現在你面前 頭一次 這個是叫第二次啦 老師這張骨牌只有操作兩次嗎 絕對不是啦 你是老師會員你都很清楚啦 我們不會跟你講 從前我們賺多少錢 我們只跟你講現在 最近的紀錄啦 4月8號 4月21號 那今天還在漲我知道啊 但是老師跟你講過了 這張骨牌已經結案了 來導播拉近 這張股票我們在5月21號已經結案了 這個簡訊進入到保密期了 既然進入到保密期 我們就不會在節目裡面 透露任何的什麼 任何的訊息喔 那這個訊息就給我們的會員 來做出個參考 那我們每一期會員嘛 就只有三張股票啦 那一二三 一隻手舉起來都數得完 所以非常好認證 但是這個買進賣出的動作 一定要按照老師的簡訊啦 4966的普瑞也說很久喔 老師今天好像有利多耶 利多利空你自己去判別喔 老師只提醒你一下 錯過了這張股票 當時候老師跟你講 可能你要等一年啦 那近期而言的話 這張股票也創新高 到底後面會不會大漲 外資怎麼看 你怎麼看 外資持股比例 這個都給你做參考啦 你真的看得懂的話 老師認為你真的功力夠的話 你應該會賺到錢啦 老師我在這個地方買 能不能賺到錢 可以啊 因為你買賣點對啊 買賣點對啊 老師我從一根停板到三根停板 應該賺得到錢嗎 也對啦 那看到這邊三根停板 那會的權益喔 我們就不方便再講太多囉 均線三法告訴你這張股票 在簡訊裡面都有跟你講 5月20號這張股票再創破斷新高 再創破斷新高 如果說一張股票持續的創新高 代表什麼 代表這個買方非常的詠躍 賣的人少買的人多嘛 那你要看法人的一個動作啦 那法人對於這張股票的看法 包含最近接到什麼訂單的一個效益啦 那股價不見得會漲 你要注意喔 有些利多消息出現喔 它不見得會漲 有些利空消息出現喔 它不見得會跌 你要懂得一個產業面 籌碼面的一個變化啦 跟上專業的腳步 第一次的操作 第二次的操作 老師希望你多買一點 一二次兩次的操作 5月21號第三次的操作 老師也跟你公佈囉 來導播看這邊 這張股票已經結案了 在5月21號 結案喔 我們簡訊以後就不會再公佈囉 再跟你多講一檔股票 3691的碩合 過去的績效並不代表未來的績效 老師非常認同這句話 但是你有提早布局的 你後面應該可以享受成果啦 你沒有簡訊的你只能在旁邊看 第一次的操作 第二次第三次的操作 三次操作跟你公佈囉 來第四次的操作 來在這個地方5月6號 老師開始跟你講囉 簡訊開始保密了 我們不會再公佈簡訊喔 來 操作股票 這張股票要看旺季效益 趨勢跟所謂的買盤 那所謂的福島電廠近期 又開始做出一個所謂的啟動的 那預估的話目前為止 這個每一年可以貢獻 所謂的EPS接近兩塊錢 那這個兩塊錢怎麼算出來的 那這個所謂的營收的效能 能不能讓這張股票突破 本業以外的收入 我相信這個是牽扯到 非常專業的一個看法 但是我個人對於這張股票 我的看法是怎麼樣 第一個業績成長 第二個產業基本面加 第三個有專利權 那目前為止的話 股本的部分都沒有稀釋 所以說這種股票 是屬於機優的好股票 長線來佈局的話 應該有機會賺到錢 那今天投資朋友們 你要把握一個機會 如果說你認為一個專業的老師 能夠幫助你 一個誠信的分析師 每一級會員裡面只有三檔股票 那你今天要好好把握這個機會 那今天開放給全國 所有的投資朋友們 只要你看到閻老師的節目 穩超勝券的 那老師今天會做一個動作 也就是說我們手中 現在目前為止 有低價股 中價股 高價股 三檔股票 那你要按照你的資金的部位 你想要佈局的 你想要把那些不良的股票 轉到賣掉以後 轉到閻老師手中的股票 那今天可能是你 最好的一個時機點 那我們也很少開放了 那今天開放一天 就一天喔 來 小型股的要注意 有機會走B型反轉 那在底部區趕快找到一個 布局的一個好的一個時機點 因為加入了MSCI成分股 那外資法人在近期而言的話 一定有動作 請你要留意一下 那老師第二檔股票 中價股的跟你驗證均線三法 看看老師的看法有沒有看錯 所以老師用均線三法 跟你講這個地方有買點 回到之前只能做價差 但是這個地方有趨勢 因為均線上揚了 這檔股票近期而言的話 應該有機會發動啦 那高價股的 不要看很多檔 就看這一檔 就看這一檔 第一檔去了三角收獵 但是老師先講 你大資金的你才能做這一檔 你不是大資金的你不要碰這一檔 因為這檔股票價位也非常高 那你大資金的你有興趣的 老師說過了 電話打進來以後 我們每一份資料 就只有十個名額 那大資金的投資朋友們 老師會親自的回電給你 那今天打電話進來的 幫各位做到一個持股 轉換的一個動作 希望老師的專業能夠幫助到各位 那今天打電話進來的 老師給你一個不一樣的 那認為老師會幫你賺錢的 那今天老師給你這個1加1 讓各位先賺先贏 祝各位發發發 我們明天見 本投股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各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在機上盒讓電視有無限可能 現在申請 還有數位機上盒免費優惠喔 數位超Easy 生活更Happy 並打頭顧 嚴老師 會員三級跳 特會直升VIP VIP直升清代 老師大個大 親自接聽服務 只要二分之一 速下02 2781 0909 2781 0909 運打頭顧 嚴分醫師 擅長基本面研究 資歷完整 共有二十年豐富的股市經驗 畢竟多次蜿蜒與空投 積極財產公司 透視基本面 帶領會員領先佈局 熟悉大膽結構 掌握台股走勢 產業深度研究 前進動足先機 嚴格風險控管 代盡保證代出 集中火力 開始累積績效 靈活攻守 是您追求財富路上的 糧師益友 並且同步至谷出現 02 2781 0909 2781 0909 2781 0909 現在中途無人減啦 我要用我的大黃風 帶你來當 變成金剛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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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喝酒開車出事 風險公司會在背上受害人料 又向趙勢責討理賣金 而且無保的又計劃一條 好…